那我們就抽這個侯友宜先 你要想她的臉喔 然後來幫她抽一個 好 這張牌侯友宜 然後我們來抽一個 第二個是那個 那個 侯友宜都是見的 第二個是抽這個賴清德 好 賴清德 是 好 來 看一下 抽到的 這個是 賴清德國王 那是國王 這個是保健師 然後來 來 柯文哲 對 是 好 柯P也是國王 然後我們來抽一個那個 郭董 是 好 她是皇后 那這個 是 真的 天啊 這是侯友宜的面相 是 那這是 柯文哲的面相 是 這個是 賴清德的面相 是 三個人的面相 有沒有什麼要特別看 好 鄭大哥有提到這三個面相 我就針對柯文哲 柯文哲的一個面相 有一個比較吃虧的地方 就是 她的眉毛很稀疏 眉毛稀疏 眉毛稀疏不好 對 她會比較 怎麼講 比較活潑多元性 可能今天她講了這個 然後可能改天她又有 其他的想法 就天馬行空的想法比較多 那是霧媒呢 那如果是霧媒呢 現在最流行的霧媒 霧起來呢 是後天弄上去 就不限你的 這是先天 那再來她的臉上 有很多的窟窿 對 所以人家 我猜她青春期 應該一直擠豆子 對 所以她的窟窿太多 這也是她面相的缺陷 再來她的這個叫做法令文 並不漂亮 法令文不漂亮 這三個候選人在共同點 就是法令文沒有那麼的彰顯 那在侯友宜來講就是說 侯友宜是一個企圖心很 就是她很剛正的人 就是比較印象派的人 但是就是說 她的命功這邊有凹陷 這邊有凹陷 這個對她來講就是說 要再往上爬會 真的會很費勁 那再來就是 那個賴副總統的 眉毛很漂亮 她眉毛很漂亮 唯獨就是 她唯獨一點缺點 就是法令文不顯 法令文不顯的時候 我們要加強在我們的部署 就是整個團隊的部署 跟向信力 跟聲量很重要 所以我剛剛有提醒就是 可能副總統他現在 如果說這個聲量一直 一直維持住的話 這一條路會走得比較容易 了解 但是千萬不要 是找到一些佈局的人 會不是來加他的分 而是來減他的分 這個很重要 我先從命理的角度講 因為我也很少在看政治新聞 我也不太懂 我以命理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 目前我在螢光幕 看起來是賴清德 賴清德有一陣子 我比較擔心他 就是說有 在我們宜蘭有很支持 賴清德的一些地方首長 有在跟我提到的時候 我有說到 就是他剛出現的時候 就是有一點可能 又要整合內部 然後又要對外 有很多的行程 有一點累 那時候我發現 他的頭髮有一點掉 我就有一點擔心 後來他慢慢越來越穩 你好厲害 髮量很多 對 掉你也知道 對 那時候他的髮 因為我注意他的頭髮很漂亮 注意很久了 有一陣子他的髮際線 就是他的髮線有中分 然後我有發現他有一些掉髮 那我就覺得他承受的壓力很大 替他有一點擔心 然後可是越見入家境 就是說我們在命裡看氣色 現在在螢光幕看起來是賴清德先生 他副總統的氣色最亮 而且他額頭亮 然後權位的地方也很亮 鼻頭也很亮 我們可以在螢光幕上面看到 但是就是說我會給賴清德先生 有一個建議 因為現在就是說 他是一個母雞要帶領小雞 再包括要選立委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會對他有很大影響 就是之前有一個說 要薄聲量 要找年輕人 可是因為今年是黑兔年 千萬你找的年輕人 不能是有負面聲量的 那一種的候選人 那會影響到你一股清流 你要從高的政治理想 你要就是說有一股革新的力量 會被人家模糊掉 人家會看不懂你在做什麼 這是我的看法 那再來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郭台銘先生 他並沒有放棄這個 他想要選總統的這一個路 我印象中國民黨以前很注重 這個地理 風水 命理 可是我覺得說 他提名這個侯市長出來 我覺得他們裡面 是不是沒有高人 還是憑這個叫做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我查了一下就是說 賴清德副總統他是48年次 他是幾害年生的 然後柯文哲也是48年次幾害年 都跟今年 今年是貴人年也是桃花年 你要蹦出來一下子受歡迎也在今年 一下子要就是說崩壞也在今年 那因為賴清德跟柯文哲 今年是走三合 所以柯文哲會因為 就是天時地利人和的關係 在他的生育在他的生肖裡面是很OK的 所以就是說他的聲量會起來 但是就是侯友宜今年他是屬雞 而且他這個雞有一點危險 他是丁有年生的 那今年剛好是奎卯年 剛好叫做天聰地客 所以他要跟其他的候選人比拼的時候 他要很費勁 然後天聰地客這個地 又會講到他們的內部的團結 所以我會覺得侯友宜先生會拼得很吃力 而且很累非常不容易 所以目前看起來就是 以我們命理來講 目前看 但是我們還要再強調一點是 選擇副總統的搭配是很重要 而且未來是 未來的年 我們現在三元九孕是女性抬頭 不要忽視女性 女性的抬頭會在就是說 中年的婦女會 會蹦出來很多的女強人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還要看這個副總統的提名 搭配這個會決定後面的勝利與否 那這個要怎麼來解釋 就是說以侯友宜來看的話 因為他是雙子座 然後雙子座的話 在今年下半年運勢會比較低一點 而且然後他屬基 那屬基皮彩衣 那今年是兔年 這是他發揮不出來 但是這個保健好像被好多人擦滿 對 可能是說 很像他的黨內的人 對他很像也會有反感 就是黨內黨外 還有就是說 因為這張牌看他被刺到 都沒有辦法講話 也代表說他講話口條上面 很像可能會比較抽象 比較模糊一點 我是覺得他的專業度 很像在這一次沒有發揮錯 而且他很像事情 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來 而且我看這個轉折 大概在九月 十月 很像會更明顯 是是是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賴清德 對 賴清德他抽到的是 錢幣國王的陣位 好 錢幣國王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說他會得到很多的資源 而且這是他旁邊 他坐得滿穩的 這個有一個王位 那加上說他的星座 他是天秤座 那天秤座剛好水星逆行 進入到精神宮 這會代表什麼嗎 他越打到後面 他也是滿有壓力的 因為感覺到是說 有點像部署 部下可能都會有一些 給他出塞的狀況 但是他都可以穩如泰山 那再加上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柯P 柯P中他張牌是那個 聖杯國王的陣位 也代表是說 他在今年 很像到下半年 因為他是獅子座 是 然後又屬豬 是 所以說獅子座 下半年他本來事業運勢 因為沐清 即興進入到他的宮位 很像會發光發熱 所以我是覺得 他跟賴清德 很像滿有的拼的 有的拼 可是我是覺得 重點是說 如果說賴清德 他可以找到獅子座 來當他的副手 如果找女的 對 這是要找那個 七月八月出生的女生 我覺得這整個態勢 整個會改變 我們來看那個郭董 因為這張牌是皇后牌 代表是說 他的內心還是很想出來的 但是因為他是屬老虎的 他老虎會吃豬 因為那個 老虎會吃豬 伴豬吃老虎 對 伴豬吃老虎 因為賴清德跟科畢都是屬豬 所以說他如果一出來的話 我覺得他的身世 會突然之間上癌 但是這個上癌會持久 以這個來看有沒有 因為皇后跟其他 那兩個國王比有沒有 似乎他只是客串 但是如果說他要跟 他如果跟那個柯P搭有沒有 我是覺得這是反而 我覺得國民黨會有些人 對他可能會比較不高興 但是如果他自己 獨立出來參選 我覺得柯P馬上 身世就往下跌 曉彭老師 這個你怎麼預演下半年 這些演力圈的人士 是 對 因為在我來看說 下半年有沒有 七星逆行 七星就是天王星 木星 金星 冥王星 水星 火星 跟海王星都逆行 所以如果說 以這個行星逆行的話 就是這樣的事情 應該還會再更多 是 而且就是在我來看 就是很像 接下來應該是體育界 會 還有那個新聞界 會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海王星 就是逆行 海王就是代表是傳播 新聞媒體 那金星也逆行在獅子座 那獅子座是比較陽剛的星座 所以說就是很像跟 那種運動類相關的 對 金星代表是愛情 所以很像會有一些那種 你不愛我 或者是說你把我拋棄 其實我就是很想要報復 我覺得現在有一些 那種騷擾跟報復也有關係 就是很像你不愛我了 然後我就是很不爽不開心 我就來 什麼星座會比較會出現 是 所以有幾個星座要小心 第一個就是牡羊座 還好 好像 牡羊座是什麼星座 射手座 射手座不會 射手座不要去騷擾人家就不錯了 對 就是因為牡羊座就是 迷惘心逆行到事業工 對 所以說可能會從事業上面來的 要特別的小心 然後再來是雙魚座 因為土星現在逆行在雙魚座 那土星逆行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因果業力會來 就是說過去你對人家怎麼樣 人家現在就會 開始就會過來找你 還有就是獅子座 因為金星逆行在獅子座 所以獅子座的人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不過過去要掩蓋的事情 它可能就會爆發出來 還有摩羯座 因為冥王星逆行在摩羯座 還有就是雙子座 因為木星逆行在精神工 所以說可能你有一些什麼 精神不正常或者是有偷拍 或者是說有一些私密影片 對 我是覺得下半年應該會出現 然後我有看到說 因為我是用塔羅來做預測 對 就是用2023加6月 現在是6月 那加起來的數字是13 就是死神牌 所以剛好這個月會比較明顯 但是7月的時候 就會走到節制 就會很像開始就是比較 緩和 對 緩和了 但是8月又有惡魔牌 開始很像又會再開始用 就要走起來 對 要走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9月 高塔 就是瞬間的感覺 感覺上很像 又有那種瞬間爆發的這個感覺 然後要到10月 10月份的時候 應該大概10月11月 10月這邊就會慢慢開始緩和 然後土星也慢慢開始恢復順行 所以這樣的事件應該慢慢會落幕 祖老師你看 你有算什麼嗎 應該講說 從他的命格上面 下一任的市長是沒有問題 連任沒問題 對 再下來的話 2024年的總統 是不可能 不可能 對 完全不可能 因為 完全喔 完全喔 告訴你夠是退休的 我是退休的 但是我可能 你們還找我會對 因為我覺得是 2024到現在幾年 6年 現在是2018 6年5幾歲 因為他是差不多66歲 他就已經走入他的 他的人生的這個不好的運 而且我走到在空旺 所以說這不可能 空旺 對 再繞下去 他的運就走到最少 因為他這金在那675歲的金 就是最旺的 那他就是又土土來申請 金就抬起來了 所以不可能 那有時候他做縱容 你們宣佈退出演藝圈 我什麼都退出啦 請教一下這個林老師 你看新的一年 有沒有什麼 這個新的政治領袖會出來 明年還沒有路頭 所以明年不是路頭 明年如果你想路頭 你就要學那個太歲 也就今年 這麼多路頭 就說要不出頭 要不出頭 那個 這個如果是元首的話 這是最後才 你才慢慢看得出來 歐背嘛 都黑嘛 他不會是一般的邏輯的嘛 他都是突然間的 那今年的太歲叫陽姓 所以陽姓 太歲新君有時候 他是隱藏他的名字 告訴你這個年 你要把你的信用 誠信拿出來 對 你如果不張揚你的誠信 你是 這個 是為師來選總統 還是為公來選總統 這就是你表現的臉 所以如果你可以表現就是說 我是為了國家 我不是為了我個人 這種信出來的話 你就會被當成一個頭的標準 過期間有人不是為了國家 為了人民出來 有啊 你朝代末很多為什麼會滅亡啊 為什麼會國家大亂啊 那些都是因為你為了失利嘛 你看民進黨什麼人比較看好 民進黨現在看的話還看不出來 國民黨呢 國民黨好像看不到人 國民黨看不到人 柯文哲呢 柯文哲不可能 柯文哲不可能 除非他在今年就像我剛才講的 那個羊姓要出來 羊姓 羊姓是要去今年的 信用 講起碼那很像張揚的羊嘛 你的信 要讓人民信任你 這個票才會來 可是這個連是關鍵是在 你有沒有表現到 你是為國的喔 韓國瑜面相下一塊 我們常常會講到說摸骨 就是說其實面相 我們在看這個相 其實骨為主 你自己傳的喔 對 因為我特別找一個角度 因為韓國瑜現在為什麼 會這麼的受歡迎 第一就是他 他就是親力親為 帶著民眾 然後帶著他的幕僚 去就是說領頭養 他可以去就是親力親為 那因為他的 他的相裡面 有一個頂骨擦天 這個相是相當的特殊的 對 這個叫 叫頂骨擦天 他說這叫蔣介石的頭 對 這個叫 我們在骨項裡面 一個人要當一個領導者 一定要有旗骨 像蔡英文總統 他的骸這個骨就特別的寬 所以他能夠承載 對 他的篩骨 而且他不見篩 而且很飽滿 所以他這個海骨是漂亮的 而且下巴的骨也是很漂亮 那他漂亮在這一個骨 再來就是說 他一樣有一馬擦天的骨 那再來就是他 可是我們有時候 這個骨也很漂亮 只是我們把頭髮蓋住啊 那可以剃掉啊 對 那我們是不是 你怎麼會看到 我們的骨漂亮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因為臉上會有很多旗鼓 像蔡英文總統他頭髮蓋著 他有其他的骨啊 因為女生要看海 男生要看頂 所以他的頂是很漂亮 再來就是說 他比較重情重義 就是說他比較守信用 就是他的嘴唇厚 所以嘴唇厚呢 就是他現在剛好走到嘴的韻 所以呢他講話就是說 他這一次要不要選 他會顧慮到他之前 所說出來的話 要為高雄市民拼搏這一些 他都會考慮 那他的臉項有很特殊 就其他的候選人沒有的臉項 叫捧場紋 他的兩個臉頰這邊有捧場紋 這是捧場的捧場紋 對 捧場紋 你看很多男主角 比如說周潤發 劉德華 有很多男明星 他們為什麼會紅 就是有這個捧場紋 非常的明顯 所以他這個捧場紋 好像政治明星一樣 現在就一股寒流起來 會很受到民眾的一個愛戴 但是他的相裡面 我也要叫我的化妝師幫我畫臉 多畫幾條 可以啊 可以啊 其實鄭大哥笑起來也有捧場紋 只是他比我們多了很多條這樣子 但是他的臉項裡面 一個比較小小的缺點 就是法令文不顯 他的法令文不是那麼的顯 那如果你要法令文 郭台銘的法令文就很顯 對 對不對 因為他為什麼在政治這一條路 這麼的辛苦 因為他的法令文不顯 法令文不顯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說長官對他的一個提息啊 或是他在這個政治的路上 他要掌這個印 要發這個權的時候 其實很辛苦 比較辛苦 郭台銘我準備了兩張的照片 我們先看這一張好了 好 這一張雖然看起來他有一點憔悴 可是喔 郭台銘他的 他為什麼現在會是首富 其實他的臉項裡面有很多旗鼓 就是骨頭非常的特殊 因為我們會看到他的這個龍鬚 你看他的法令文 掌權 然後呢 嘴邊 他有雙法令文 嘴邊這個龍鬚 非常的 這麼一條 這麼一條 對 非常的非常的明顯 再來呢 他的也是這個顴骨擦天 所以他很有這個權位 再來他有一個很明顯的骨 叫龍宮 這個叫龍宮骨 然後呢 你看喔 他這個腐溪骨非常的明顯 所以其實郭台銘 我們在講象裡面 他有龍象 他真的可以當一個 就是說帶領 有龍象的意思 你是叫韓國瑜不要選嗎 韓國瑜我不是叫他不要選 而是韓國瑜他很受到 一些比較基層的民眾的支持 可是可能黨對他的支持 沒有那麼的明顯 因為就是插在這個法令文的部分 所以呢 其實兩個 其實我覺得旗鼓相當 旗鼓相當 旗鼓相當 就要看這個國民黨支持誰 對 最厲害的就是哪邊都不得罪了 對 沒有 真的啊 然後我要講到朱立倫 其實朱立倫我在2016年的時候 看他在這個 清爺你幫老師拿一下 好 會反光 是 對不起 那個我在2016年看他在這個政治辯論 我們在螢光幕的時候看朱立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講話嘴巴是歪的 講話嘴巴歪的話 就是他的晚年這個運圖就不好了 因為我們的嘴巴像一艘船要能夠承載 所以他的嘴巴歪了就沒有辦法承載 所以他現在要當選總統的機會 也等於很小很小 這個哪裡改變啊 講話會歪哪裡改變 他的嘴巴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他感覺面向還滿正的不是 可是沒有 他一講話嘴巴就歪了 2016還沒有現在這麼嚴重 這是我特別在新聞上面去找他的畫面 你有發現這樣 對 我發現2016就發現 是是是 OK 那王院長呢 王院長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 宰相 因為我們講古為主嘛 然後肉為虎 就是說他的臉相裡面呢 就是說他的額頭跟這個海的部分漂亮 可是其他沒有什麼很特殊的旗鼓出現 所以呢他講話就是說 他如果成為一國的宰相或君師 其實非常好 他講話就是不急不緩 不管碰到什麼事情 他都穩穩蕩蕩的講 所以一身榮華是沒有問題 對 但是要當到首領 可能到現在已經錯過機會了 因為我查一下他已經79歲了 可是人家馬來西亞首相93歲當選 可是他要再看他當運是什麼時候 現在的運有一點太晚了 可是我覺得他鼻子真好看 對 他的鼻子很漂亮 所以最後誰會出現 最後 敢壓一下嗎 我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 還要講蔡總統 對 我要講蔡總統 蔡總統他的相裡面有一個 比較不好的叫破相 就是他駝背 對 我會建議 他挺一點 對 蔡總統可以人家有那個矯正有沒有 駝背那個可以 可以穿著 可以就是改善他這個駝背 因為我們說戰要有戰相 座要有座相 那一國之君呢 我們三昧爭火 肩膀是很重要 你拖下來那個威嚴就不見了 對 要發威 發威就要挺起來這樣子 那柯文哲就更不用講 那你沒有講到民進黨 你要講一下賴清德 賴清德 對啊 來 這裡給你 好啦 賴清德 有啊 我有傳啊 但是太多張啊 我很認真 對啊 旁邊幫他找 你看 來 有有有 親王你幫我一下 其實這個賴清德現在其實不得運 不得運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他有運的話 因為我們要當一國之相 不是你有運就好了 這個是要集體的支持你 可是我現在 他現在的運會受到阻難 這個是他當初有一個報紙 或另外一個友台新聞來採訪我的時候 他會不會當行政院長 我用這一張他的相是可以當行政院長 可是他現在呢 那一天召開記者會 我們看到他的相裡面 就是說那個氣勢跟疲憊相會出來 對 那個士氣已經沒有像之前這樣子 對 所以他可能如果說 我又查了一下就是說 如果他們的一個 那時候說民調 要到5月22號嘛 是不是 對 522那一天 對他現在的流年 他也是屬豬嘛 然後今年61歲 剛好是太歲年 然後到那一個月令來講 民調對他也不利 真的喔 對 可是他滿帥的 對 他很帥 對 其實他滿有他的理想 然後他的相裡面 其實他的奴仆功也漂亮 可是現在你要有黨的支持 要有他們就是整個 看他怎麼運作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士氣是 整個運勢是比較往下滑 對 好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我就要提到了 我對柯文哲呢 就是說他在3月4號呢 襲地 你為什麼先探生氣啊 對 他襲地而坐之後 這個是在以色列的國際機場 對 他訪問完之後 要坐飛機離開的時候 對 他坐在地上 對 坐在地上呢 那時候就是他有回答 這個他對民眾 對他的這個動作的一個反應 他說太小題大做 那其實不是 你一個首領或一個就是說 領導者 你要必須要有自己的威嚴 那一個動作其實都有一個意涵 他就是自己降格了 他自己降格了 那一般是有一點評論就是說 他其實那邊還有空的椅子 但是他沒有去坐 就是他說他坐在那裡 是因為手機要充電 可是事實上 人家是有專門可以充電手機的插座 但是他沒有去那邊 那有一說是說 他為了拉近跟年輕人的距離 所以擺得很 很低調 很低姿態 就是說跟年輕人是坐在 年輕人是坐在地上嘛這樣 好 那按照廖老師說 他沒有隆微 有關這種比較玄的事情 其實我是沒有能力啦 這要聽所有老師的 只不過比較科學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我想請教廖老師就是你覺得 我覺得兩岸是一個很需要預測 特別是中國 對 那你覺得呢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有提到那個 他們的主席習近平的臉像嘛 他的容工下陷 而且他的氣色非常灰暗 所以其實表面平和就是說 他把這個貪污很多很多 可是呢明明當中你看 我之前預測的他們的黃災 水災 天災 地變 我全部都全部預測都準了 所以在明年其實就是說 這個習近平他屬蛇 那之前我有講過 他們裡面會有一個很大的 內耗跟內鬥 包括天也不幫這個中國 因為他們你看 疫情又嚴重 然後加上極端氣候 他們能源短缺 我之前就說他們會有能源短缺 還有時荒的問題就是 不夠吃 很多種植物都沒有辦法生產出來 其實對習近平來講是 表面表面他們媒體都沒有 像我們那麼民主公開嘛 所以他在明年包括他要 嚴重這件事情 他的安危會有很大的威脅 他的安危絕對會有很大的威脅 所以在明年 美國的情報是說很多人想暗殺他 但是沒有能力接近不到 那也不一定 就是說人要運 那如果你的運 造起的運 或反對的力量很多 有時候我看過一部電影 就是你看旁邊那個最安全的 結果殺了他的就是那個 反而很危險 那一個大家提防他 結果那個都沒事 對韓國的普正希就是這樣 他在開會的時候 是他的情報頭子跟他開會拿槍 對他開槍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中共不要一直想著要怎麼樣來欺負台灣 或是打壓台灣 我覺得他們自己把自己的安危先顧好 還有就是說人要順天 不要逆天 你做到天也不來加持你 你不保護你的時候 就很多的災難會發生 是是 那艾菲爾這個 聽說你有這個國運籤是嗎 是 因為是這樣子 因為我昨天遇到黃月水老師 黃月水老師也很關心 台灣的經濟的狀況 然後他抽了三張牌 這昨天抽的 那我來給大家做一個解釋 那麼第一張抽到了惡魔牌的倒牌 中間抽到了錢幣四號牌的倒牌 那麼再來一張牌是保健的九號牌 那我覺得從這三張牌來看 我覺得平信而論 還是就是今年2022年的 這個台灣的經濟的部分是穩中有險 雖然大家還是覺得說 不管是在人均所得 或者是股市的部分 或者是科技面的部分 其實都有一些好的表現 但是我覺得從庶民經濟來講 比如說你去士林夜市走走 或者說像上個月我去高雄走一走 雖然是高雄有發展 但是其實你在那個美麗島附近 站的附近 還是有很多一些店面是租 或者是售 所以就可見說 庶民經濟在面對一些這種 像去年到今年的這個疫情的部分 還是有人沒有辦法那麼樣的 國內的經濟講實在話比較辛苦 是 那出口的經濟非常好 是 那我從這個面向來看 就是以台灣目前的這個經濟的部分來看 我記得去年在問這個疫情的部分的時候 在問經濟面的時候 也抽到這張牌 同樣抽到這張牌 這個前面是呢 它其實是經濟的安全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的疫情的部分 對台灣經濟的安全 其實是會造成一些衝擊的 雖然我們看到一些 比如說像鄭大哥所提到的一些 大產業它其實是賺錢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關心到比較弱勢的 或者是比較庶民的部分 還是會有人因為這一波疫情沒有賺到錢 這個部分是大家要共同關心的部分 那這張牌我覺得是 普遍大家對於疫情還是會有一種 惡夢般的恐懼 雖然是說可能在致死率 或者是重病率 沒有像之前的那種變種病毒 這麼樣的嚴重 但是我覺得大家會害怕 尤其是像家裡面有老人跟小孩的家長 或者是說 有些人他不適合打疫苗 或不能打疫苗的話 他面對這波的這個疫情的部分 還是會有一些擔憂跟恐懼 那像我來講 我已經打到第三劑了 那為什麼我急著要打到第三劑 還是因為會害怕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惡魔牌的倒牌 應該這麼來講 就是說面對疫情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要跟環境共處 這個部分是跟阿南德的這個 他所一直宣揚的 就是說我們要愛護自然 不能夠過度的去爛肯 或者是過度去使用資源 因為資源一旦被濫用以後 可能會造成一些比如說天災地變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氣候的一些變遷 或氣候的一些反撲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以台灣的經濟面來講 就是今年是穩中有險 大家就是要做好一些預防的工作 OK 那曉光老師 今年還會不會有王力宏事件 王力宏 我的預測有沒有很像還會有 對 而且為什麼因為 那姓什麼 你說 你應該說有拍素食店廣告嗎 對 我的感覺 很像是那個 常來台灣的一個男生 對 然後他的英文字有沒有 有重疊的 對 有重疊的英文字 對 很像會有 然後就是他不是台灣人 這是他都常來台灣 也會去大陸 對 有這樣的一個男生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母羊座的男生 對 然後已經結婚了 然後現在去大陸 對 所以我覺得會有兩個 是 是 換回說到這麼小了 對 就是要把範圍縮小 英文字重疊的還有誰啊 母羊座的男生是不是姓蕭啊 很像 有一個是已經有 很像 老婆在台灣 是 然後 所以我不能講得太明顯 對 因為我很低調不想上新聞 這麼多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有大條了 對 我是覺得說今年會有兩個這樣的 那個政治人物 還有政治人物也會 對 政治人物對 因為今年以我來看就是 爆發的年 對 因為老虎是爆 對 所以可能會有很多這個 政治人物自己在外面有沒有 做了什麼事情被爆發出來 是 而且我比較擔心的就是 跟廖老師一樣 這是選舉的時候 對 就是可能會有更多人有沒有 會去挖出更多更勁爆的這個內幕 是 對 而且今年也要小心就是說 因為爆裂物 可能去年不是很多人會恐嚇嗎 想說我在哪高鐵放什麼 對 所以今年一定要小心 對 而且鄭大哥是像我的客人很多 他們都在大陸 就是 經商 中國 然後他們就是跟很多那個大陸的高官 他們住在一起 然後他們就有說 他們來算了啦 因為他們都很緊張來問我說 他們做的是不是對的 他們說 他們2027就是要打台灣 是 因為他們說要跟我們聊天 泡茶 他們一起在聊的 是 然後他們就來問啊 來算啊 我就說 我就說 就算算了有的話會怎麼樣 對 他們說要先趕快有沒有 把那個資產有沒有 要做轉移 對 可是我看就是還好耶 為什麼是2027啊 對 因為他們是說很像 我是聽他們講的 就是 就是說 他們那些人已經在 他說 習近平在佈局了 對 然後先可能會先從離島這樣開始 接下來 他們很像有想要先從澎湖這一塊 很像慢慢的這樣子 2027的話 好像這個是小道消息 太慢了 不會那麼久 那廖老師妳的了解 不是我是說 他如果會有動作 其實我在很前去年的年底 我就說 今年的年底下半年度開始 我們兩岸的關係會很緊張 他們不是軍機就一直來了嗎 那如果會有動作在明年的年初 就上半年可能就會有 有這一些很明顯的動作出現 那再來就是在這個2024年 其實2024年是那一年剛好是龍年 龍年 剛好也是三元九孕 剛好進入離卦進入九孕的一個 最後一年要進入了已經進入了 所以那一年呢 好像是要選總統嗎 2024要選總統 對對對 那一年我們台灣的翻轉年 翻得對 我們台灣未來非常厲害非常好 翻得不對就是 就是會走走下坡 所以那一年是我們台灣的關鍵年很重要 那怎麼翻轉 就是我們要 你是說要選誰當總統嗎 對啊民眾的 對那也是啊 因為國家的政策走向是很重要的 對那就是 剛剛我回到小孟老師講 今年就是任飲年虎年 更多的政治人物會被爆料 會爆出來 對會爆發很多 那剛剛小孟老師說 中國要打台灣 那所以資產要往外移 是不是你意思是這樣嗎 對啊他們都來這邊算了 而且他們說很像我聽到的內幕 就是說他們說 你現在等到什麼 他們有潛艇還是什麼 他們已經在做一個更大的 這是可以潛到海裡出來的 我是聽他們在講 在聊來算 然後他們一直在算 他們想說趕快要佈局說 把它是要移到美國 移到澳洲去這樣 那是有錢人的煩惱 這是很有趣 這個要跟大家講 因為去年中國總共派了 2021年總共派了960架 飛機來侵擾台灣 對 那其中最多的是 他們的所謂的千十六戰機 那第二多的就是叫做 185架次的反潛機 那為什麼會派185架次的反潛機呢 台灣的潛水艇也只有兩艘 意思是日本跟美國的 潛艇在附近嗎 潛艇都在中國沿岸 他都在偵測 他在偵測 因為美國跟日本其實也都在守護台灣 這個意思 中國要不要去 2023年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那邊 除了就是說疫情 會就是說爆發很嚴重之外 我覺得他們那邊的 在2023年的治安也會很不好 對 因為 中國的治安 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之前就有預言 就是說 中國你看從一百 從豬年開始 從疫情一來開始 其實他們內部就蠻不安定的 比如說能源短缺 糧食危機 到處都在搶糧食等等的 其實民心啊 他們的民眾的心情 其實是起伏不定 是不安的 所以呢 在景氣也不好 經濟也不好 那治安一定不好 可是 可是小萌老師要去啊 對 我要去 為什麼 沒有 因為我的那個錢有沒有 這是營年卡的錢 都不能領了 為什麼 對啊 我那時候我就 我發現 我怎麼沒有霸體 對 然後那個什麼 要買那個什麼 微信支付也都不能用 後來我就 打電話去到中國 然後就說 那你現在要用視訊 跟那個櫃台 就是視訊通話 結果我打開視訊 對 然後那個 當地的那個小姐 跪在這裡就跟我視訊 然後我就說 我是住台灣啊 我住在台北 然後 然後就是為什麼我那個 不能用 他說因為你的台胞證過期 我就跟他說 可是在台灣就可以啊 不是你就幫我打開就好了嗎 他說不是喔 你本人要過來 我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 那我如果叫那個 中國的那個 台商幫我去處理可以嗎 他說不是 你一定人要來 後來 很麻煩 很麻煩 然後整個網營喔 我本來還有一筆錢 他直接歸零 對啊 對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就是因為 你的網路銀行的錢 幫你歸零 歸零啊 我就是因為歸零我才要去啊 對啊 所以就是如果說 對不起 是不是多少錢啊 對 差不多十萬人民幣而已 很多 沒有就是 就是一點點 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在台灣每天啊 就是我們每天都會 有時候會提一點嘛 因為我們有在大陸算 視訊算大陸人嘛 因為我們人 如果我們有一些人 不太敢去那邊 對 我們除非幫台商 我們人會去 可是幫大陸當地的 對 我們也怕說 我們這邊講那一些 有沒有 會有一些風險 所以我們都是 用視訊對他們 然後用微信支付收嘛 我們一個月都會提啊 因為它有上限耶 一個月可以提 就是不能超過多少錢 對 要不然你那個卡就被鎖了 對 所以我們都要很小心 去算好匯率 等一下 我問清楚 所以你網路銀行裡面 有存款十萬人民幣 對啊 現在被歸零 歸零啊 就是因為歸零我才 那歸零 你的帳戶耶 對啊 就是帳戶 我的帳戶啊 你被歸零還被共同富裕啊 對 但是因為我也不敢 那個做生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畢竟是境外的 對他們來講我是境外的 對 對 那個時候我就一直問他說 我都變零啦 他說你人就是要去那裡 然後了解狀況 我說 可是我已經變零了耶 他說一樣 所以你要不要現在 你就買一張飛機票就過來 對 去年就歸零了 可能喔 你要注意一下 那個很危險 是 因為我們都有錢在那邊 對 但是不可能歸零 我的台胞證也是過期 是 但是你還是有這些錢 對 可是你不能動用 對 你不能把那個銀行的錢 弄到微信來 或是弄到支付寶什麼都不能 就不能動用它 但是你的那個 你上你的那個密碼去看的話 裡面錢是還在的 對 我看就是沒有 所以你歸零的話你就要小心 對 是不是它在誘惑你過去 那個要注意啊 對 那要很小心 對啊 本來 本來就是要很小心啊 因為有錢就要小心啊 為什麼他要小心 人制的國家跟 法制的國家是不一樣的 對 怕說你過去他把你 摸掉 還有啊 你預言有沒有講大陸的 很糟糕或什麼的 沒有我們是假的 我們只是實話實說 沒有說要刻意 什麼醜話什麼 不行 對沒有 實話實說 那我可能要找分身去 我們2023年會不會有一集 是討論小孟老師 然後人間蒸發 50萬能夠買你的人身安全 我覺得還是人身安全比較重要 對還是不要去 可是你的裡面銀行卡還有錢啊 沒有 它現在是連體有沒有 你只要去按密碼按完 那上面就寫說什麼 無法交易 是 對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網路銀行人民幣現在歸零 10萬人民幣歸零 那另外你說要台胞證去 要人過去 銀鏈卡才可以被打開啊 對他說要 單身等人去打開 對啊 是然後要對那個銀鏈 那銀鏈卡有多少錢 對 一樣的錢 一樣的錢 是 所以也是蠻危險 我算滿最需要的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吧